到底是谁敢歧视美国脱口秀女王欧普拉呢 欧普拉日前在瑞士苏黎世时 她想要买一个鳄鱼皮包包 这个包包呢要价大约是新台币130几万元 但是欧普拉过去这一年来 她赚了大约有23亿的台币 再怎么样她都可以买得起这个包包 但是店员就是不肯给她看 她认为这是种族歧视 但是瑞士这家精品店声称 是因为呢店员的英文不好 只是沟通上的误会 难道是在拍电影吗 同样的状况竟然也发生在 全球最有钱的女人之一 美国脱口秀女王欧普拉身上 然后我进去一家店 which shall remain unnamed and I say to the woman excuse me may I see that bag right above your head and she says to me no it's too expensive and I sai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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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see the black one the one that's folded over and she sai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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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don't want to see that one you want to see this one because that one will cost too much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afford that 欧普拉认为店员是种族歧视 这家精品店店长出面道歉 却声称这只是因为店员英文不好造成的误会 引发脱口秀女王种族歧视风波的是这个黑色鳄鱼皮包 是美国设计师汤姆福特设计的 价值38000美金 约新台币114万 而且这个百万包包竟然已经卖出去了 欧普拉想买还真的买不到了 中天新闻 华尔鲁报导